不能说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后人不行 其实他们的后人也不算差了 哪怕是被三国演义塑造成白痴皇帝的流产 其实也不能说就真是个傻子 先说曹操的后人 在曹操的几个儿子里 曹丕的政治素质肯定是最高的 这毫无疑问 曹璋就是匹夫之勇 做大将可以 但是做君主就差远了 政治手腕不行 曹植就是个文青 政治上不靠谱 曹雄比较平庸 更不用说曹丕大体来说 也算是守住了曹操的基本盘 无论对吴还是对蜀汉 虽然有些战争 虽然吃了一些败仗 但边境线基本上是稳定的 而且在曹操留下的遗产的基础上 还打通了河西走廊 恢复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延续了两汉以来中原王朝 对西域地区的管理 曹丕的儿子曹锐继位后 虽然继位的时候年龄小点 但卫国内政大体上 还是平稳运行的 国家综合实力也在稳定累积 正在逐步形成 对吴蜀两国的压倒性优势 更重要的是 曹锐的政治手腕挺强 虽然他年龄不大 但驾驭司马懿等老臣也很成功 他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能够危及皇权的权臣 问题出在曹丕和曹锐都比较短命 死得早 曹锐死的时候 继位的齐王曹芳 还是个小孩 大权旁路 皇权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威胁 尤其是在高平陵之变后 曹爽被卒诛 曹家的宗室也逐渐被诛出待机 魏国的权力 基本上完全落入了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司马炎三代的控制 一直到 司马是篡位立即 孙权这边 从孙权时期开始 就逐步形成了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集团 相互之间通过婚姻连结成了一个网络 对皇权的忠诚度很低 孙权时期还可以通过政治手腕 不断加以控制 但在孙权的继承人问题上 孙权故意挑拨孙登和孙爸两个儿子争处 各个世家大族也选边站队 卷入了斗争 后来孙权也借此机会诛杀了一些人 打击了世家大族在吴国的政治影响 但孙权这种做法 同时也等于自己消灭了自己的精英 导致人才断层 之后又出现了诸葛克专权的问题 再次杀了一批人 原来的陆逊 陆康家族也因为孙权的猜疑 始终加以防备 三代而衰 吴国的问题 在内政方面是世家大族对皇权的威胁比较大 而在军事上的一个严重问题 则是陆军始终战斗力比较差 只能依托江淮之间的水网作为屏障 而没有什么进取能力 在蜀国灭亡之后 吴国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击能力了 但这和他的接班人的能力无关 而是本身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割据政权 再来说说流产 流产以前评价是太低了 他继位的时候才17岁 而且蜀汉沿用汉朝的制度 日常行政事务都是由丞相 路上书是一手操持 皇帝需要干的事情不多 所以流产继位之初权力基本上都在诸葛亮手里 他的能力到底如何不好评价 诸葛亮死后又是蒋婉 延续诸葛亮时期的模式 到蒋婉死后 流产才开始自己管理朝政 在流产自己执掌国家权力的时期 先是废一后是姜维 朱葛珊 严宇等人分管一些事情 他信任皇后确实制造了一些内政的混乱 但和东汉时期的宦官专权相比 那肯定是差远了 到蜀汉灭亡之前 蜀汉的国力已经被为国压倒性超越 灭亡只是早晚的事而已 邓爱偷渡音频打到成都城下 本来还有机会抵抗 但流产选择了投降 也是因为投降 让后来对他评价不高 从感情上说 蜀汉以这种屈辱的方式结束 确实让人很难接受 就像他儿子刘晨说的 还没有道理趋利穷的时候 完全可以备成一战 万一不行 还可以一起殉国 但客观来说 当时即使他抵抗 也没什么多大用 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灭亡的事情而已 也就是乔州说的 现在还有点资本 投降还可以换个高官后路 等到山穷水尽了再投降 就啥也得不到了 综合来说 流产并不算特别昏庸无能的皇帝 在历代的各种皇帝里 起码可以在前面的三分之一里 历史有很多偶然性 但也有很多必然性 也就是历史的进程 就是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夹杂在一起 所以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谈论的空间 在三国时期 曹刘孙三方的问题都不是出在继承人上 而是当时的政治结构 就处于世家大族兴起的阶段 如果接班人是成年人 还可以控制局势 如果是很小的年龄登基 自然难免出现全臣 导致皇权旁落 以至于最后被篡位